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能够见到这位土地神的身影 您看啊 有的是被供奉在这样的一座座的土地庙里 有的是被供奉在一个个的神壳里 饱经离别和迁徙之苦的客家先民 对土地有着更深的依恋 对土地神也有着最虔诚的信仰 广西博白的客家人 每逢中月初一 二月二等重要的节日 都要在村口祭祀土地神 当地人称为座舍 坐舍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日子 全村男女老少都要参加 有些村子还会组织摄戏 摄火 昌木偶等活动 来祭祀土地神 表达对祖先的追思 快 按住他 一大早 中屋原村村后的这片树林里 就热闹了起来 快把他围起来 围起来 今天是中屋原村坐舍的日子 村里的男人们正在树林里围住一头坐舍用的猪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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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它 按住它 来 摸住它 我真没发现抓一个猪那么难 累得我们都气喘吁吁的 而且你看大家数一下 这七八个大老爷们才抓这个猪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猪 因为我们这头猪你看看 它的毛色发亮 幼稚鲜艳 结实 还有你看看 你看看 还有多近 它还有很有镜头 很结实 还真的 你看它的耳朵红月发亮 颜色很好 这是不是就说明它很健康 对 它很健康 是属于咱们村子里最好的一头猪吗 对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让这个猪跑 为什么让它跑再去追 因为我们这头猪很健康 我们村子 它跑的时候 谁要第一个先扎住它 就可以代表我们扎住了财户 像今儿都带给我们全村 会带来好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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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扎住了 广西壮主自治区 玉林市博百县客家民系 形成于明朝中叶 全县约有130万客家人 被称为世界客家第一大县 坐舍是博百县客家人的传统民间习俗 舍又被称为舍公 伯公或土地神 而坐舍就是杀生制酒祭祀土地 客家县面认为 他们历经战乱和迁徙之苦后 在新的土地上仍能团结相亲 子孙繁衍 靠的是祖先的庇佑和土地的恩赐 因此客家人对祖先和土地神 有着虔诚的崇拜 每逢年节或者重要的日子 全族人都要一起坐舍 敬神 敬祖先 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男人杀猪踢肉 女人生火烧水 全村人分工协作 共同参与 一个小时后 猪肉熟了 煮好的肉被盛入一个大烛筐里 抬到祭坛前 刘德节是由中午远村村民 推选出来的社头 每年的做事活动 都是由社头来主持的 点燃香煮 摆上煮熟的猪肉 鸡 米饭等祭品 全村人集合在社坛前 一起跪拜土地 祈求全村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一烤兽 二烤兽 三烤兽 起立 作为中午远村的社头 除了组织祭祀活动 刘德节还有一份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在祭祀仪式完成后 为村民们分摄肉 这个大烤兽有多少钱 三斤六两 三斤六两啊 那每一户都是三斤六两吗 对 因为我们村民有三十五户人家 我们这肉都切好了 每一副都是三斤六两 摄肉是作舍时供奉祖先的猪肉 人们认为 把土地神和祖先受用后的供品 分给村民使用 予以福音全村男与老幼 能保佑全村人安居乐业 平安健康 祭祀仪式结束后 村民们排起了长队 等着分摄肉 中乌远村 公有村民三十五户 刘德姐要把猪肉 平均分配给大家 不仅是猪肉和排骨要平分 就连猪肝 猪心和猪肠 也要分成三十五分 那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它体现了客家园的公平合理 有福同享 团结 和谐的这种客家精神 我们特别是有福同享 都有 大家都小 这种精神 就每一块肉其实都是有福气的 有福气 所以咱们分的时候就是心肝肠 还有这种五花肉排骨 都要每家每户都要把这种福气 给分下去是吗 对 如今 这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作舍 也成为中乌远村村民 一个牧林欢聚的日子 比起中乌远村的作舍 博拜县沙赫镇既族场面更为热闹 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这一天 沙赫镇的客家人都要在石东祠 举行盛大的武师活动 祭祀祖先 在喧天的锣鼓声中 二十八头狮子排起长队 每两头为一组 轮流进入祠堂祭拜 我们一个姓一个姓 即使质败我们祖先 我们祖先共同在一个祠堂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是一个姓氏进去之后 祭拜完了再退出来 然后再接着是下一个姓氏 对 要退出来 因为对祖宗的熊拜 熊敬 你不能够屁股向祖宗 慢慢退出来的 与其他大多数的客家祠堂不同 石东祠并不是某一个姓氏的家族祠堂 而是居住在这里的十四个姓氏共同的祠堂 姿态各异的十四对狮子 分别代表十四个姓氏的子孙 表达了他们对祖先的敬畏和追思 客家人的宴席上总是少不了一只鸡 而且鸡往往是宴席上的第一道菜 因为鸡谐音急有开袭大急的意思 客家人做鸡能够做出很多种花样 你看有这样用海盐居制出来的盐居鸡 还有这样用娘酒煮出来的娘酒鸡 也有这样原汁原味的白斩鸡 在广西伯白客家人的盐夜饭上 还有一种更为特别的鸡 不但制作方法独特 它摆放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你看鸡肝 鸡心 鸡针都摆在脚下 鸡肠子却要被咸在嘴里 那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寓意呢 铁春莲挂灯笼 大年三世这一天 中国各地的年味都到了最浓郁的时候 对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伯白县的客家人来说 他们的年味就是团圆 一大早 中午圆的村民们 就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每年年三十的晚上 全村三十五户村民 二百多人要聚在一起 吃一顿年夜饭 这是一场家族的盛宴 这个要砍开吗 砍开啊 不砍开煮不熟 因为太大过来 鸡是客家人宴席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不过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不同地方的客家人 做鸡的方法也大不相同 广西博白的客家人 更偏爱这种原汁原味的白切鸡 在师傅切肉的过程当中 我都能闻得到这个鸡 扑鼻而来的这个香味 这个鸡怎么那么好闻啊 这个是当地的鸡 这个鸡很嫩 就是从这个肉质来看 我看这个我就发现这个鸡 你看这个鸡皮有多厚 而且从这个色子上看上去黄黄的 是啊 好香啊 好香啊 您这是怎么做的呀 要用大火煮二十分钟 煮到八成熟就可以了 八成熟就行了是吗 那现在是不是就能吃了呀 我这样抓起来 可以啊 你尝尝啊 真香 虽然这个鸡肉只是八成熟 但是咬在嘴里 那个口感特别的好 而且这个鸡啊 虽然没有涂油 但是我觉得那个鸡油 现在就已经很糊嘴了 非常的鲜美啊 将煮至八分熟的鸡 剁成小块 摆盘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记者发现在这些煮熟的鸡中 有一只与众不同 你看这一桌鸡啊 只有一只和其他的不一样 你看这个鸡 连个刀口都没有 但是其他的鸡全部都被切开 而且内脏已经掏出来了 只有这一只鸡 连个刀口印都没有 师父这个是为什么呀 它要保持完整一只鸡 包括内脏 血啊 肾啊 肠啊 肝啊 肝啊 等等 696告诉我们 每年做年一饭的时候 都要保留这样一只长鸡 不仅要让鸡的身体保持完整 鸡针 鸡肠等内脏都要保留 甚至连鸡血也要一起煮熟 因为这只鸡在年一饭上 有着特殊的意义 夜幕降临 年夜饭要上桌了 不过这第一桌饭菜 又端到祠堂 请祖先享用 下面是我们主中一只鸡 二只鸡 三只鸡 老主中今晚是年三十 我们传球员都把你最喜欢的 煎药吃饱给你 希望你们慢慢品尝 也希望老主中在新的一年里 保佑我们传球员 风鸡雨声 楼下平安 万事如一 焚香祭祖是客家人吃年夜饭前 必须进行的一个重要律师 在勃败客家人的心目中 因为有祖先的护佑 才有今天的安宁生活 所以大年夜不光是 和家团聚的重要的日子 也是他们回馈祖先 祭拜祖先的重要时刻 在祭祀祖先的祭品中 记者发现了那只非常特别的鸡 我突然看到了一道菜 大家看一下这个鸡 是不是特别熟 这就是刚才我们大厨 做的那个完整的鸡 但是我发现 这个鸡摆放的很有讲究 你看它嘴里含的这个是什么 它为什么这么摆放 我们客家人 它这个对祖宗非常雄尽 所以我们这个鸡这个制品 作为制品 我们要把它前鸡 就是要这个时前时美 这里它这样摆放 就知道这个墙还是完整的 这个鸡是完整的 这是一种表示是不是 表述 对 你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前鸡 这个是鸡红 叫鸡红 鸡红 我们客家人 它不见血鸡红 大家坐火来了 准备相差了 鸡组仪式结束后 年夜饭才正式开始 在中午原村 全村的村民基本上都姓刘 也都是来自刘氏家族的 同一职系 祭拜同一个组线 在村民们的心中 整个村就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每到年三十这一天 全村人要一起吃年夜饭 吃年夜饭的位置 就在祖堂前的怨落里 他们认为 这样的一顿年夜饭 能让他们这个家族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也能够让子孙后代 把祖先留下来的品德 继续传承 逢年过节放鞭炮的习俗 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的鞭炮种类很多 花样也是层出不穷 在广西博白 有这样一种特殊的鞭炮 当地人称为是鸭儿龙 因为它的外形 很像一个装小鸭的笼子 鸭儿龙的传承人 能够把鸭儿龙做到四层 五层 甚至是十层 里面可以装上飞机 轮船 鱼 祠堂等 一切可以象征吉祥的道具 您看 在烧鸭儿龙的时候 这些道具会喷射出火花 每烧完一层 就会掉下来许多美好的祝福 伯白人用烧鸭儿龙的习俗 欢庆节日 祈求祖先的庇佑 听见村子外 发财工的摩托车的声音 孩子们就知道 烧鸭儿龙的日子又要到了 每逢中秋和春节 中午原村都有烧鸭儿龙的习俗 发财工 名叫刘发财 去年春节 刘发财抢到了村里的花炮头 按照村子里代代传下来的规矩 今年他负责出钱 筹办村里的烧鸭儿龙的活动 烧鸭儿龙的时候 鸭儿龙会在空中旋转着 飞射出火花 为了达到最好的观看效果 发财工特意找人 搭起了这个挂鸭儿龙的井子架 但是要把挂鸭儿龙的绳子 抛到八米高的横架上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村里的年轻人挨个试了一遍 谁都没能把绳子 抛到横杆上 天色越来越暗 发财工有些着急 他决定亲自试一试 看来发财工的力气还是有些不够 这时一旁的刘德杰似乎悟出了些门头 他自告奋勇 要求再试一下 距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经过几番尝试后 大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这次三个人一起上场 这一次系着绳子的铁钩 终于被抛过了横杆 架子搭好了 就等着天色之后烧鸭龙了 每年一到烧鸭龙的时候 鸟权是最忙碌的 作为鸭龙制作的传承人 每年的这个时候 他都要忙着给十里八乡赶制鸭龙 发财工定制的鸭龙 也是由鸟权来制作 将砍回来的竹子修整光滑 披成约一厘米宽 长短不一的灭条 把长一些的竹灭围成圆形 用绳子扎紧 然后再把短一点的灭条 等距离地固定在绑成圆形的灭条上 这样第一层框架就做好了 砸好框架之后 标权开始制作鸭龙里的道具 鸭龙里面装的道具 可以是历史人物 也可以是神话故事或美好祝福 但有一样东西是必须要放进去的 那就是宗族的祠堂 我翻这鸭龙还是内容挺丰富的 你看啊 这全都是 您能给我拎起来让我看看吗 这个我不太感动啊 我觉得可能太脆弱了 还把碰坏了 绝对是别有一番洞天啊 你看打开之后 拳头这还有小队帘呢 做生意的生意兴隆 出国就有羊是吗 哦 连出国都有 有羊 对 这么丰富 对 那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鸭儿龙之外 那其他的这个鸭儿龙里 是不是也有什么内容 也有 不同的 不一样的 到时候你消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大家看了 是吗 不知道发财工的鸭儿龙里 许下了什么样的愿望 我们开始期待夜幕降低 天色暗了下来 发财工早早地把鸭儿龙挂在了架子上 吃过晚饭后 中午原村的人们都来到了 祠堂前面的空地上 等着烧鸭儿龙 这是中午原村最热闹的时候 点燃后的鸭儿龙开始在空中旋转 每烧完一层紧接着掉出下一层 每层的造型和内容都大不相同 火花四射中各种造型相继打转喷火 随着鸭儿龙一层层燃烧 欢呼声此起彼伏 没想到烧完鸭儿龙之后 还删那么多东西 你看我手里的飞机 还有这个鱼 这么多鱼 年年有鱼 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了这个 我们流氏祠堂 对 这个是祠堂 我们把这个祠堂 放在这个鸭儿龙这里烧 就是希望这个祖宗保佑我们 身体健康 心险事成 万事如意 风调雨转国泰民安 烧鸭儿龙的习俗 在伯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中午远村年年春节烧鸭儿龙 从不间断 人们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了对祖先的崇敬 和对来年美好生活的奇葩 不过烧完鸭儿龙 这场民宿活动还没有结束 中头戏是后面的讲话泡头 你知不知道强道它有什么意义啊 高红呢 两个白菜啦 有菜有鸡啦 还有呢 还有呢 菜干的习惯啦 大家都很开心 开开的开心 好呀 这是头彩 宋教堂保持给你 我年年胜利心想思想 万事无意啊 抢到了花泡头的艺术家 被认为新的一年会行大雨 万事如意 而他也将会把两只小猪眼看 明年春节用卖猪的钱 为村里筹换烧鸭人的口头 这个民宿就代代传承下来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奇愿 也一定会实现 曾经饱受离别和千禧之苦的 客家先民 传承着中华民族 对圆满团圆的美好追求 更是把这种圆的心态 圆的情节 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的地方体现在建筑上 像福建的土楼 梅州的围龙屋 有的地方体现在食物上 把吃的东西 做成各种圆的形状 而博白的客家人 则将这种团圆 体现在全村人 一起吃年夜饭 客家人在赞美的圆 歌颂的圆 也在期盼着一次又一次的团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